您跟这个钟大姐 你们一起 主要我创作那她代表 因为她的手就是比较会抖 她会给我一些意见 然后里面是描述的是 台湾文学基地 它那边有一只松鼠 有一个树屋地缘的概念 结合到钟大姐的故事 本来我自己就一直想要 为自己的生命故事 创作一本绘本 我是一个比较跳动的人 但是这个种子在我的心里 就是我也相信 它有一天会发芽会长大 所以你现在也持续还在构思之中 其实我觉得整个过程 反而是丰厚了自己的生命跟生活 有目标要去做的 让自己的生活跟生命比较有意义 用绘本及其它的延伸活动 来去陪伴长者 故事的叙述也好 或者是活动的来陪伴也好 最大的收获其实是自己 后青春绘本馆 陪伴跟带动2020年的时候 我们还出了台湾的第一本 以熟宁的长者为创作的一个绘本 第一百根的白毛 从我们台湾的目前的绘本的市场来看 不论是创作或出版 都是以儿童视角出版 从2017年到2020年这段时间 我们也一直在想 什么样子的绘本是为熟灵读者来创作的 生命教育的一个概念 四个共 共学共玩 共劳共好 重要的是共 就是我们要一起 非常谢谢这个方黄老师 人生下半场精彩正开始 对